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OCK NEWS 今日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公布了去洋公园的业绩报告 去洋公园截至今年的6月30日 2017至2018年的年度报告里面 亏损了2亿3千多万 收入是16.8亿左右 按年都升了4% 全年入场人数是580万 每位旅游客的收入按年增长是4% 在自由行方面的游客升了11% 要看一个乐园是否营运得好 其实很难用这么简单的数字去下定论 不过其实我们看迪士尼方面又怎样 然后再一次跟大家分析 迪士尼之前也出了自己的报告 总入场人数是620万 就上升了 这个乐园的人均消费也升了4% 这个跟其实客人估计差不多 酒店入住率是70% 收入是51亿 最后的正规选是3亿4千5百万 其实这两个乐园都是在香港 营运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究竟大家又怎样看他们 究竟那个乐园究竟营运成怎样呢 确实如果你说星期六日 去这两个乐园玩的朋友 都会发觉都逼逼建议的 一至五也都不是太冷清 所以你说在乐园本身那个人流运 或者人次上面的增长 希望做一个很大幅的攀升 可能除非你是再将乐园加大 或者再将一些设施再去更新 再令它吸引一些 如果不是的话都比较难实现 不过你看回海洋公园 其实那个报告里面也有提到 在设施维修、营运成本和折旧 都是高的和上升的 即是说就算你是一些软件 或者硬件提升了都好 其实那个相对上的支出 亦都相当之大 究竟是否亦都说明了就是说 纯粹做这个乐园、营运本身的生意 基本上都暂时来看 都是没什么一个很大的盈利空间 看回迪士尼和海洋公园两盘数 就令我想起这两间公司 其实最后的大股东都是政府 即是说虧了的都是纳稿人的钱 那作为政府又应该怎么看 这两盘生意的亏损状况呢 很简单 海洋公园其实就给迪士尼乐园 我觉得那个发展空间 应该来说是比较大的 因为反过来说 其实海洋公园本身 现在都比较上依赖 这个乐园本身的营运收入 究竟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意 可以做得呢 海洋公园过去其实在他们本身的 所谓一些形象大使 卡通人物设计 或者一些因为这些卡通人物设计 而得来的利润其实就没太多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所谓利润的话 绝对是应该从怎样去建构这个乐园的整体形象 甚至乎是一些新的角色 一些character上面 再去多一下一些功夫 看一看在这些方面来说 会否能够做出一些海洋公园独有的卡通人物和品牌 从而增加到他的收入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海洋公园附近的酒店是刚刚落成不久的 究竟这一部分的一些收入 又会不会令到他在未来来说 能够做得更加好呢 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的增长空间在这儿 至于你说迪士尼 我觉得就相对来说 我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呢 虽然他的抗建是一直在做 但是呢 其实因为本身香港的迪士尼 就算他引入了很多的一些卡通人物 或者一些超级英雄都好 但是这些卡通人物和超级英雄 除了在这个乐园能够产生一些收入之外 他亦都要给一些支出这个母公司 所以这些卡通人物或者英雄形象 能够为香港乐园带来的收入 我估计其实就没什么再加大的 或者再能够增加的发展空间在那儿 所以这两个乐园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是 因为他们和他们不断去更新 或者不断去和他们商讨 怎样能够做得更加好 甚至乎是能够录得一个 比较持续性的稳定的盈利增长 如果不是的话 每年这边就蝎3亿 那边就蝎2亿 虽然整条数来说 五亿多对于香港一个盈余这么高的一个城市来说 就不是一个大数目 不过 反过来说 虽然它能够为香港带来一个旅游热点的效应 但是如果你说长期只是用这一个作为他们 即是亏损的一个理由的话 我觉得也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就无论政府或者乐园方面 都应该多些和市民或者和传媒交代一下 他们有些什么的扭转乾坤的方法 好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 下次再聊一会